這棟華蓮貼農親大樓就要貼樓 貼他拆了三棵 因為地檔來 所以說停工 貼完新大樓目前已經裝上了四根的鋼糧 並且預計還要再加裝兩根 避免大樓往前傾發生意外 還有兩棵鋼立體十八名 造名鋼拼出來 要在禮拜阿布的一點 還要貼獨作業就生得安好寫 一尊隆重六支堵 建物它是傾斜的 所以這個在做新鋼支撐的時候 它可能每一支長度都不一樣 所以必須先測量 它可以支撐的這個距離 去加工裁切到它適合的長度 也比較花費時間 預計在上午完成之後 我們下午預計一點 會開始再恢復進行這個拆除的作業 但是地檔一直來 會影響鋼定的進行 唯一有變異就是從第一天開始 觀測到的這個六公分多的 這樣的一個距離 現在目前都呈現一個穩定的狀態 可能前後側都會同時來做一些拆除的工作 讓那個重心能夠持續保持 維持在這個建築的後側的一個部分 目前看起來還是維持在兩週內 要把它拆除完成 所有天皇親大樓 也是兩禮拜來可以聽完 福利賓族台灣代表也來在庫關心 也表達福利賓總統小馬可 而是對台灣的慰問 福利賓族台灣代表也感謝台灣對 對菲律賓族的照顧 希望台灣代表重建廣眾 一切順悉 民視新聞 花蓮報道